紅衛角的選手 要兇狠 低邊腿的時候非常的有力 團擊一個邊腿 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地球 一個拳擊連拳 但是有被藍衛角打住了 我們的藍衛角 應該是比較擅長拳擊的攻擊 對 下來了 黃衛角的選手 在一個拳擊連拳 將藍衛角對手的注意 吸引到頭部的時候 給他一個一邊擊 非常好的氣勢 左邊腿 非常好的氣勢 但是好像有點偏低了 對 我們現在拉到中衛角的部分 就是白色的兩根柱比較中衛角 就是選手的狀況 或是他要檢視的時候 也會到這個區域 而且我們兩位選手 都有帶護盪 所以 應該一群觀眾可以幫忙 我們現在看得到 就是在上一場 跟各位結束 有關於主場 控制他優勢的部分 你會發現 比較能夠控制主場優勢的人 通常都會在每一台的中心圈 你會看到 非常有 最後一個中段攻擊 非常有力 然後 插插實實的 踢在他的部位上 有一個 七撞 那 泰拳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的七撞 是可以抓住 抓住 對手的脖子 連續 七撞子 不用放開來 這在平方 顯示拳道的斷前 在K-1攻擊者上 只有一次 能夠抓住 對手的脖子一次 那泰拳就沒有 這樣的健康 這是唯一的地方 我們看到藍衛腳的選手 現在在調整自己的步伐和節奏 試圖 不要讓紅衛腳 能夠打到他的 一個節奏 他能夠調整得過 非常好的一個 一邊腿 我們看到 紅衛腳選手的打法 是比較 可以印象 泰式的打法 他是比較 緩慢 然後比較 紮文打的一種方式 那我們看到 藍衛腳的 選手的 一些攻擊方式 比較 要分享三打 已經選擇 我們一樓的時間 今天要到的話 可以訂閱 不要更開 時間還沒到 這邊還沒到 直接一到 直接一到 好